我的大老神父,那間在香港二馬路門牌七號的學店, 一座攝影廿那群有夜生無那教又那生無夜教的流氓學生, 就真是惡定假啦! 香港來的報紙說那群混蛋又玩東西啦, 那群混蛋,連後間巴達·Jeffery Jane都玩迷。 在五月三日星期二發動爆火, 查巴達·Jeffery Jane不肯立在二馬路門牌二十六號, 舊百姓破小學的地盤給那群混蛋, 又吊學校向你殺樹腸, 又吊學校走廊放好多喇沙的畫像, 令那群混蛋聯想起家基低級過那間在對面海, 九龍城,那沙利道,門牌十八號的那沙書院感說, 阿布拉赫弟弟,吊男媽, 鬼整其那群混蛋真是何時死啊? 他們副校長陳榮強在讀經濟起家的, 今年三月時,已經琴琴將第一時間向教育局一指, 在未定名合作家基建立著香港二馬路門牌二十六號Produlet域擴建, 而在本土屬於琴琴副藉的教育局一指教育局是合作 robin 活CK&東節目。 事實上在香港二馬路門牌上七號的聖祖及瑟利廇, 在五世皇時代 的佛歷 2418年 , 在唐山恰恰在清朝光碎元年 , 農曆越海專年,由法拉西 耶蘇教 流沙修士會在香港開的第一間學店, 直至六世皇時代 的佛歷 2460年 , 即中華民國六年 ,農曆町四年 , 喇沙修士會自向對面海,七咸道開了第二間聖舍利廚分校, 最後向七世皇時代,中華民國二十一年,搬到對面海,界限界, 自改這間聖舍利廚九龍分校的名稱喇沙書院。 即是香港聖舍利廚本領是由喇沙修士會開的, 大創辦人喇沙修士會開的,有什麼問題。 再者,對面海喇沙書院本來是香港聖舍利廚的師弟, 香港聖舍利廚的傢伙男人掛著游泳打球, 又不懂得尊師重度, 喇日尋因之事,搞搞貢,搞得像龜兔菜炮般輸了 給家幾個小師弟喇沙書院。 有什麼好遠呢? 幸好我這位劉文神父,是在泰國南部北大年府, 那家Yansvri學點九龍女商業學校, 龍里恩、帆尼、十利、高麟幹、雪達等, 這位的妃女有成四分之一屬SEN, 不懂得玩這麼多古惑事。 這位小孩子這麼小就已經這麼囂張, 麻煩你這位先生實行要想盡辦法寫回他們的法律, 如果這位混蛋將來做流氓壯師、醫生, 您們香港人仲舊大名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